大家好,我是宇哥 宇哥出品,必是精品 刚才内告,到底是什么呢? 秦大律师忙里偷闲 想挤出三天时间去摩纳科度假 此时远藤大叔莫名前来 求他帮忙调查一桩密室杀人案件 死者是女中学生小爱 他与妹妹明日香 及父亲西野一起生活 案发的前一件 三人借宿的大叔家 次日西野将女儿小爱 送到学校去参加活动后 便去忙别的事了 下午回家后 却发现女儿还没回来 开锁进窝后 竟看到了女儿的尸体 小爱的头撞到柱子上 脑内出血致死 脸上有被人殴打的痕迹 警方认定不是意外事故 柜子的抽屉有被人翻过的痕迹 且金条不见了 小爱的父亲西野是搞房地产的 很有钱 警方怀疑最先发现尸体的西野是凶手 将他带走后现在还没放过来 远藤大叔说 西野对女儿视如珍宝 这不可能是凶手 凶手有可能是西野的大儿子 小爱的哥哥猛 这小的四年前犯了人民案 被警察带走途中逃了 之后一直行踪不明 秦老师将这事交给女主以甲本 自己去摩纳哥度假了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这栋有百年历史的大宅子很气派 这里治安很好 几乎家家夜不庇护 猛失踪后西野家才开始锁门的 这道锁是进口的 构造特殊 两把钥匙分别在西野 与女儿小爱手里 他们在家中找到小爱的钥匙 不用钥匙的话 从门外是上不了锁的 距这里一百公尺的地方 有个苹果园 袁大婶从上午十一点开始采花 曾看到小爱十二点半到家 还看到了西野下午一点左右 开门进屋 即下午两点多 远藤大叔送妹妹明日相回来 他证明 除此之外 没任何人靠近过正门 即使说 凶手不可能从正门逃跑 甲本与女主来到屋内调查 远藤大叔推测 凶手有可能在小爱回家前 就藏在家中了 因为那天小爱回家时 一直在与朋友打电话 进屋后好像发现了什么 随后电话就断了 推测死亡时间为十二点半 但会有三十分钟左右的误差 因此西野也在嫌疑人之列 但他从发现遗体 到报警花了一个小时 警方觉得很可疑 丢失的金条足有三十公斤 洗衣用的绳和网袋没了 整个房间只有二层楼的后窗是开着的 但屋外的地上是泥土地 且头天晚上下了雨 从这里逃走的话 不可能没脚印 这时甲本注意到了 泥土地上有三个小凹坑 其中一个小凹坑里 有只蜜蜂尸体 它陷入了思考 深夜的老房子很渗人 还时不时传来似风飞风的声音 女主鼓起勇气跑去上座所 但这里只有蹲根 黑乎乎的大洞深不见底 旁边的窗子突然窜出一团鬼火 女主当即决定不尿了 憋着出门后 用余光看到一个白衣小女孩 正笑眯眯的盯着了 她大叫了起来 须僵一吵 小女孩是小爱的妹妹明日香 西夜的妻子听说 村里有人在案发的前一晚看到猛了 经勘察 二楼窗户上的锁坏了 只要从外面不断震动 便能打开窗户 经调查 村里有很多人都在案发前日见过猛 这里的人彼此都很熟 即使不看正联也能认出来 随后甲本又来到苹果园 果园大使说 自家的梯子前几天不知为啥被雨淋过了 明明记得有擦干净 可第二天去库房一看 还是湿的 那只死蜜蜂 是一种用来给苹果受粉的 叫做豆小蜂的蜜蜂 它的活动半径极小 不可能自己飞到一百公尺外的西野家 再加上地面上残留的三个欧坑来推断 定是有人在案发前将梯子从果园搬走了 蜜蜂附着在梯子上 被带到了西野家 女主来到警局 将情况详述给警方后 警方将西野放了回来 可凶手是怎样做的 不在泥地上留下脚印逃脱的呢 案发时 那个梯子果园大使正在用着呀 这时警方查到了某的地址 他没在家 保安公司接到了警报系统的通报 赶到现场后发现 门是锁着的 想用备用钥匙开门 却发现门锁被换过 只好强行敲门 进去后发现 房间里有金条 经调查才知道 那个房子是某用假名租的 假本推错 把金条放在房间里的 很可能并不是猛 因为房间里配置的警报系统 在设置完出门后 如果再打开门 若不在一分钟内按解除按钮 警报会自动响起 如果是猛 为了放金条回家的话 咋可能会忘记解除警报呢 即使真是那样 一旦警报响起后 也该去关闭它 很可能是他人进入房间后 将金条藏的壁处理 并且在一分钟内离开了 虽然出门后听到了警报声 但他并不知道那声音是干嘛用的 此人很有可能是西野 那会不会是 西野将窗户打开伪装现场 并在头天扮成猛的样子 出现在村里 想嫁唤给猛呢 可头天晚上 西野结束在远藤家了呀 他有不再长证据 莫非小爱回家后 看到的那个 是藏在房子里的邪恶冤魂吗 曾见过鬼火的女主 开始胡思乱想了 假本受到启发 柔错的手指 随后揭开了真相 杀害小爱的真凶 确实是猛 但他并没有逃 因为案发当时 这间房子是真正的密室 案发头天 猛回到了阔别四年的故乡 到家时家人都出去了 于是他从二楼坏地的窗子 潜入房间 梯子是从苹果园里拿来的 他当屋里打开大门后 再将梯子送回 在家里过了一夜的猛 遇到了第二天回来的小爱 两人发生纠纷后 猛一时冲动杀了小爱 不久后西野回到家 替女儿报仇 又杀掉了大儿子猛 西野到处了详情 当天小爱对猛说了些讨厌他 让他别再回这个家的话 猛一气之下 扇了妹妹一嘴巴 小爱上前推散哥哥 猛对小爱推开时 他撞到柱子上 发生了意外 猛却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要老爸给钱 他要逃到国外去 要老爸给自己金条 这小子居然一点都不伤心 西野趁猛拿金条时 用领带勒死了他 之后又把尸体拖到厕所 用洗衣网袋里装满金条 代替牵缀的作用 绑到猛的尸体上 扔进了厕所 鬼火是尸体被细菌分解时 产生的寒连化和雾发光的现象 女主当时看到的鬼火 是有科学依据的 做完这事后 西野打开二楼的窗户 让警察以为 凶手是从那里逃跑的 伪装长只是一般的道歉 但西野没有考虑到 窗外应该有脚印这一点 因而计划失败 功亏一篑 被怀疑的西野没办法 只好变更计划 从猛的随身物品中 查到猛的柱子 用钥匙进入房间 放了尖角 因警报系统暴露了 西野道出了肺腑之言 四年前 坏小的猛的离开 令他松了一口气 那小的实在太可怕了 他一点都不后悔 只恨自己没有早点杀了他 这样小爱就不会死 明日香也不会成为孤儿了 这真是个家庭悲剧 虽破了案 但每个人心里都不好受 好了 这次的故事讲完了 下期的密室案依然很精彩 大家千万别透过 喜欢这部电话 别忘了点击关注 打开你们的更新提醒小铃铛 并在微信里搜索我的公众号 宇哥讲电影这五个字 点击关注 本剧全集铁粉专区已上架 欢迎大家订阅 喜欢宇哥的视频 请订阅关注 获取第一时间更新 对了 还有别忘记转发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